你去修车的时候 换起来的旧件 你是会捡回来 自己拿去飞品回车再把它卖了 或者修一修 再继续挂在小黄鱼上卖了 还是直接丢回了修车的地方 因为今天有一个朋友 跟我发了一个信息 他觉得很尴尬 就是他换了启动机 换完之后 他看到之前喵哥说过 启动机换完之后 其实自己回来换碳刷 就可以把启动机修复了 很多时候启动机坏了 真的就是碳刷坏了 所以他就想把它拿回 但是跟他换那个师傅 他不让他拿 他说换下来的就是我的了 所以最后他的感觉心里面非常不爽 所以喵哥想问一下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是怎么办 你是会毫不愚愚的说 这就是我的 你换下来的 我买了一个新的换下来 我给了你公司费 我这个件你就肯定得给我 还是就咽下这口气 算了你拿走吧 我拿来没什么用 首先就这个问题而言 很明确的说 我们目前在修车的时候 换件也好 维修也好 其实有两种 一种你就换新的件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 我们常常换电瓶的时候 买电瓶的时候 价格会便宜1.100 如果说你没有旧件瓶 那么你的价格要贵1.100 这就是已旧换新的件 那么这种情况下 别人帮你维修 过来换的人 他把旧件瓶拿回去 这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人家已经把这个旧件的费用 已经给砍掉了 但是我们车上很多配件 其实你在这个换的时候 他都是没有把旧件的费用 给你这个玻璃掉的 这种情况下的旧件的归主权 毫无疑问肯定属于车主 这个很简单嘛 由于我们汽车上 像电瓶啊 山源催化啊 启动机啊 发电机啊 空调压缩机啊 包括比较完整的一些轮胎 这些零配件 它的这个残值 其实先对还是可观的 尤其是有一些车子的山源催化 那个东西弄下来 估计比你这台报废车还值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经常出现 维修师傅在修完你的车之后 然后就会把换下的引擎 全部都带走 很少有人扔掉的 对不对 而且绝大多数朋友 我相信你都不会再问你那个旧件 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个旧件的价值 由于我们在这个维修这个行业里面 绝大多数朋友都已经 就形成这种默论的习惯 我这个旧件画下来之后 我自己拿来没什么用 我就直接丢到那个修车地方了 然后修车最后再把它捡起来 有些呢自己花个两块钱 可能这个换一个小元件 它就修复了 修复了之后再卖给下一个车主 或者他们就以比较高价的回缩 把它这个回缩掉了 就这种情况 其实这行业里面 久了之后啊 大家都默论了 从修理人员 太实际默论了 这个东西默论就是我的 你要拿走 你就不应该 你就不道义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老话说的 躲米仇生米恩 这么一个道理啊 从这个角度呢 描个很理性的跟大家讲解 如果说你自己去外面这个修车的时候 本身是换的这个件 是没有给你除旧件的价值 而这个旧件的价值又比较高 而且你自己也喜欢动手 喜欢倒腾 那么你先就跟他说好了 说我自己这个带回去 如果说本身 它是已经给你除了旧件的费用 比如说你跟他这个已经减了价 砍了价 你这个旧件我不要了 你把价格给我优惠点给我便宜点 已经砍完了 你再拿回来肯定不合适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 如果你这个出去修车 这几个比较有价值的旧件 你自己有处理的途径 或者说你想拿回来留作纪念也好 什么也好 你可以提前跟他说一声 当然你即使不说 你就是按照正常的市场价 我支付了我的换件和维修费用 那么我拿走 我也无可厚非 所以最后喵哥也想问一下 你去修车的时候 对于这些有价值的旧件 你是会直接丢了